一開始,先把這個平完吧 這邊H,這邊好了 Double Click 再East True H一次 OK OK,好 這邊呢,在Hotbox Control Show O Edit Mesh Append to Polygon Tool 好,這邊在快速鍵G,重複上一個指令 然後在G,這邊好了,這樣接 G,接起來 G,接起來 OK 好,再 先用Insert Edge Loop Tool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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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邊呢,現在把Vertex接起來 OK OK 好,這邊 OK East Tr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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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K 所以真的是得,世界坐標軸 OK OK 好 好 好 嗯 這邊就East True好了 East True Ridge 世界坐標軸 哇這裡 直接刪掉好了 好這邊 先Merge起來 Center Edit Mesh Append Polygon Tool 好然後這邊再接起來 好然後就開始發現 這一圈 要怎麼搞咧 好這邊呢 我先用 AdMesh Interactive Split 1 2 3 OK 然後再 選Edge 其實是覺得這個地方需要多一點細節 所以還是這樣做 然後 剛剛那個Interactive Split 快速鍵G再重複一次 點一下 右鍵結束 它不知道有沒有多一個點 有 OK好 所以 剛剛那個切割工具 剛剛那個叫做 切到Polygon 切到Polygon模組以後呢 在 這邊的這個工具叫做 Interactive Split 那這個工具呢 它在 預設值的時候 它是 會約束在 切的就是要嘛 是在 點上 要嘛就是中間 你其實可以自己調一下喔 比如說 它這個 Tolerance的數值呢 你可以 試著把它調低一點看看 OK 它還是會喔 那就是 Constraint to Edge OK 這樣子好像比較 等一下 等一下 應該不是這個 應該是Snap Magnet 看一下 Endpoint Endpoint 這個 Split Line 這東西可以調 欸 所以是哪一個啊 Snap Magnet 哦 對 這個數字啦 你看它這個 有沒有 它就可以這樣這樣移動 所以切的時候可以比較 比較 比較隨意 那這邊有一個 Constraint to Edge 它可以保留 就是說你在切的時候 是切在這個 線上面 它這個工具以前 其實切的時候 是很隨意的 那後來現在就是 可以設定 它是不是都是切在中間啊 什麼的 你自己要試試看喔 像這個 Constraint to Edge 自己要記起來 約束在線上面 切的時候是約束在線上 所以它 它如果關掉 它就變成可以這樣切 不過它有時候出不來 呵呵 這樣出不來 切成一塊 呵呵 那自己要注意一下 這個功能喔 Constraint to Edge 然後你可以 把這個Snap Magnet 數值可以做調整 OK 好 呃 這是Color 這只是顏色喔 所以應該其實主要是 Snap Magnet 這個數字 OK 然後呢 要注意喔 這個線喔 在刪的時候 不要直接刪喔 因為直接刪的話 有沒有看到這裡還有兩個點 對吧 所以 不要這樣直接刪 你要刪盡量 要用什麼指令 Delete Edge 呃 在什麼地方啊 Mesh Delete Edge 快速鍵還是比較好用 在哪邊啊 Delete Edge 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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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看到了 這邊 Ctrl加Delete 那這邊呢 再看它的Vertex 就清掉了 這還蠻重要的 不要多一些 這個莫名其妙的點 齁 好 那這邊呢 再接下來就 Insert Edge Loop Tool AD mesh Insert Edge Loop Tool 這邊的Vertex 要接起來 OK 這邊 接起來 OK 好 這邊再思考一下 怎麼接不就好 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過來 還是這樣過來過來 過來 好 Added mesh Append to Polygon Tool 好 這邊就 Added mesh Insert Edge Loop Tool 好 好 然後 先用筆刷 筆刷 筆刷 筆刷處理一下好了 先increment and save increment and save ok好 然後用雕塑工具 Sculpt Geometry Sculpt Geometry Tool RELAX一下 B按著不放 拖拉 刷一下 這一定要處理一下 因為那個不顯太不平均了 B按著不放加滑鼠做減按著不放拖拉一下 行裝都快跑掉了 OK好 感覺上這邊又要一圈了 好 好 先接起來 Append to Polygon Tool 1 2 接 然後 這邊要怎麼接啊 Demesh Insert Edge Loop Tool 嗯 這樣擠過來 可是這一塊看起來好大 這塊看起來太大了 好 沒關係 先擠起來 Append to Polygon Tool 好 我們這邊我們現在看一下Sculpt Geometry Tool Add Mesh Sculpt Geometry 不對 Mesh Sculpt Geometry Sculpt Geometry OK 這邊有一個工具是這個吧 好 這個工具叫做 Slide B按著不放拖拉 所以現在可以 它其實就是把這個布線 有沒有看到 可以往某一側推啊 有沒有 就它形不變 但是它可以推這個布線 有沒有看到 好 所以現在因為這布線的間距有點大 所以我在用這個東西再做推 其實也可以RELAX 不然先RELAX一下 RELAX真的很爽 不是 真的你要知道 調這個真的很累 有一個這樣的B刷 真是 而且它剛出來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像RELAX RELAX個屁啊 結果 結果還蠻好用 看起來 深一點點喔 這邊要怎麼接啊 這邊看起來還蠻難接的 額 這個點 這個點 現在 好先接好了 然後 然後那個 腦子沒有什麼想法的時候 就是亂接 先接起來再說 OK 1 2 欸 這樣也接得起來 太好笑 OK 再來是 這裡有個三角形喔 呃 三角形的話 應該這邊其實給它一條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我不想要有一條咧 嗯 算了 其實齁 我跟你講要把那個線弄到 就是 適當的量 你還是可以先全部都接四邊形 它 它就算有些地方太密 或有些地方太熟 事後 其實變得反而都很好挑 只要都是一個完整的 都是四邊形構成的一個模型 它要 它要再把那個布線 再重新做整理 就都不是難事 但是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 這邊想那個三角形 四邊形這件事情 有時候 是 弄不出來的 所以就先這樣把它接起來 所以你看現在就硬接嘛 接起來 好 接起來以後 先把History 刷一刷 刷一刷 然後先increment 然後再來就是 Mesh 就是叫的 Geometry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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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ting 是叫的 Geometry OK 然後 RELAX 等一下 ARBJMOD OK 這次 OK OK 其實 布線看起來還不錯 就是 後面這個地方 有點 有點問題 不過這沒有關係啦 因為這等一下可以後面 另外一邊做出來再處理 那就先抓到這裡 可以嗎 好 基本上應該現在就是 有個這樣的形 好 OK 好來